大家好 大家好安 今天有这个荣幸 来跟大家分享农业 就是 这个主题就是看见生命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都知道什么叫做农业 但是农业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农业存在 等一下透过这个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然后去了解 在分享的过程之中 如果大家跪离某一方面的一些 某一方面的一些疑问 就是刚才江老师有说过 等一下就是有一个综合讨论 大家就可以来互相来研究研究 今天报告的主要大根 就是如何带领大家认识农业 以及输农交易 这个仁文产地景的这些情况 接下来就是有一些比较能够在农业上 对于农业工作组有一些帮忙的一些 一些那个行销的一些策略 首先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介绍一下 农业在农业里面 它有分好几种的一个耕作方式 首先从图片之中大家可以了解到 这个图片里面它有几种的农业的耕作方式 可能就是会牵涉到所谓的农业里面的一个智能荣华 跟有机荣华跟科学荣华 以及一般的困形荣华 一般农业来讲的话 它是有分为几大内 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 就是要让各位慢慢慢慢导入农业的经营不同的一个方式 自然农业它主要就是 遵循自然和生态病人的栽培方式 然后就是成本是最少 它也是符合 就是对于整个生态病人来讲的话 它是最符合自然的一个工作方式 它不会破坏到很多的环境 它对于整个生物链的结构 它会有一个完善的滋度 这是自然农业方面 当然它也有它的类似 有它的类似 它的类似只要是 你要刻这个 刻这个堂来吃饭 我看你饱饱了 要够下滚了 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跟作农法 根本基本上就是秉持的 就是尊敬大自然的一个方式在跟作 再来就是这种有机农法 这个有机农法来讲的话 现在政府一直在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有机农法 为什么要有机农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農商会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吃 我们要吃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什么方法去建造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太清楚 没有太清楚的时候 有一些特效货卫会慢慢慢慢提到一些 所谓的一个生产品业 以及所有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机制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政府一直在推行的这种有机农法 最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标准的一个安全农业 就是让社会当中有一个比较安全 可以使用的一个农物的一个来源 所以在这方面 他最近立法院他也有提 也有那个有机促进法 他这个法已经通过 已经通过 而且在云林的地方 也有成立300多公顷的一个有机专业器 这个有别于一般外国 因为外国的有机专业器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台湾刚在起步 因为我们台湾的地理环境很小 而且工业有发展的很快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短 所以要找大面积来从事有机进行是非常困难 所以那就选择在云林那个地方 泰坦的土地 可能在不同的将来 这个有机的农产品 会大量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 当然它有它的一些优势 当然它还有一些它的优势 的那个劣势 在这个方面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看文字就可以知道 我也不用讲得太清楚 冠型农业的话 就是一般我们在 就是在施行的一些农化 所谓就是说 你就像这种人在做 为了生产木地 为了生产木地 就是能够尽量把一些危害作物的一些昆虫 或是一些杂草屏除掉 这是我们一般的农型农化 这是我们来讲的就是说 就是求生产求产量 求产量的一个农化 这是农型农化 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因为适用的不同的农作方式 会崩壞到土壤的一个结构性 以及周遭的一些生物的一个生态平衡 所以往往会造成很多东西的 很多物种的一个流失 比如说像美国这种农业大狗 它是用基因在分手 然后基因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看病虫害 像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 不管你是大豆 黄豆 还有那个防晓率 几乎全部都是基因改造的东西 然后这种基因出来的这种东西 经过在加工以后 对我们人体素质产生很多的变化 因为到目前为止 有两百岁的时候 一个是说不要紧 一个是说不要紧 因为时间都跌跌了 才会发现到 才会不知道 像最近有在做一些研究 就是说 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 防晒 防晒的到海边那边去防晒的 你那个防晒的能够 那个油能够覆盖到山路那边 让山路的那个卵自息而死 这个这样也是经过好几年 才研究出来的东西 所以在于真正的关系农业里面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越南 美国大量使用的成绩 所谓的肉业剂 造成那边的土壤跟生物质的耗质 所以这种荣耀的东西 这种药物的东西 对于我们的生产 纵使某一方面 你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果 但是你会刺激到某一方面的 一些损失 所以有它的好 有它的坏 然后就是科技荣跑 科技荣跑 科技荣跑 现在的目前的阶段 是在解决人类的搭動 就是饥饿的问题 过去我们一直会改进 农业的分作方式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解决人类饥饿的问题 还是要解决人类饥饿的问题 你靠自然荣跑的生产 靠受力人类的一个生产方式 没法导入我们人 一直成功的这个食物来源 所以它一定要改进它的分作荣跑 改进它的分作荣跑 里面有些科学家 第一个就会想到 用什么方法 所以才会演变有荣耀 有什么样的 种种不同的方式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 发展到这个阶段 来了以后 然后跑出的科技荣业 科技荣业等于我们后面 会介绍一些 所谓的科技就是 就是运用很多种大数据资讯 以及机械自动化的一个过程 来从事人类饥饿 就所谓的植物工厂 或者是说 整个一个 整个一个计划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工作方式 所以以上这四种方式 就是让各位 粗薄稍微了解一件事 还是更荣耀的 荣耀 你现在你在种植的 你对于荣耀所了解的 你旁边的人在建策 是什么状态的荣耀 都在这四种里面 可以做一个分流和看法 我们那个设计大学 那个荣耀大学 级设计大学 就是我们江校长就是在四郭那边 那边有慢慢就是在导助血缘 在那边去那个从事 一个有机的一个工作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運動 他慢慢慢慢希望在我们 恒寸地心内能够造型 鼓舞一些热忱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气候出来 慢慢从我们这个专华盗 变成一个有机的华盗 这刚才在这部门而已 我相信未来透过我们这个 设计大学的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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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来 可能未来我们现在就变成 真真正的这个有机华盗 这是我们大家的未来的共同忍华盗 这是对于荣耀方便的一个 这四种工作人法的一个 介绍给各位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然后我们要发展农业 就是这以我们农水社区这个例子 我今天讲的大部分都是 以农水社区这个范围来讲 这种标杆来讲 这个农业从哪个阶段缺度点 然后慢慢慢慢让它一直发展 让它一直轴壮 然后把农业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 这是以我们农水社区这个例子 我来分享给各位 首先我们都知道 农业的根本 说是比较普通的就是说 我们平常是我们村家生活 一种氛围 那就是我们的氛围 以前是在农业社会的时候 还没接触到这种所谓的一个工业社会的时候 那种农村之间的那种氛围 那就是我们的根本 那种感觉 那种人文 那种地景 那种环境 那就是我们中的那种荣业 那种荣业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区块 或者是说你有心想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有质责的话 你要生产你的环境 你要生产你的事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你最好的环境 以及跟你要怎么样去经理你的农业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四种方法 你要用哪几种方法去从事你的农业 所以你这个都在于整个农业的一个传承 以及你的生产里面 就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 你这个起步 你这个起步 如果不然我肩没有人对 你就真的对了 这有一个米角 你说你要做有机农业 但是旁边的农业就是农业 旁边的人就是在做什么方法 你就不懂了 你每天要去扶你 你就扶你了 所以有时候四地四中 必须要了解你那个区块里面的环境 或者是说有志者 你要在社区里面发展出一个 你对于社区的一个贡献 跟融业去结合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社区的文化 以及它的过去 以及更做环境里面的产物是什么 所以以我们弄水为例的话 我们弄水的话那是 大家都知道嘛 这是四面环路嘛 就是刚好我们这个产品都被那个 都被倒入围中 而且我们那边有很好的水 自古以来就是以种植稻米为 为基础的一个农业 所以在恒春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这个稻米的故乡 就是在农水 因为它 因为它有良好的一个 一个泉水 我们的草水 我们的草水 还在草水 就是因为我们的草水 一年有几十四天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 不会间断的群水 所以我们那些人都在 刻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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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这条在灌溉 所以我们那些农业 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都在传承 还有再过来就是以前 以前我们有一个文化中心 我们那边有一个寺廟 我们那个寺廟就是赵棍 他赵棍 古明思逸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城堂 全部在做外卫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阿桑 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其实都总是在做出这些 不做一手就做一手 要不做副手 都走到一堆 都走到一堆 一堆堆 一堆堆堆 所以我们那些有做出 我们那些有好的文化 所以在这些 我们这个信仰中心 就是照我们的由来就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那些 是因为有这个文化在这里 再来做这个庙就对了 后来我们设计要发展 我们刚开始要导入这个产业的时候 就必须要想到很多的地球环境 以及它的一个文化 它的一个传承 因为我们要发展这个东西 一定会有它的历史和故事 我们的东西比较漂亮 才能够发展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好的一个条件 有好的一个中文 所以在那边就慢慢慢慢 就发展出很多的一个 私隆教育的一个体裁 比方说它透过这一种体验 就是这一种 让小朋友来体验 认识地方的一个盛盖 认识地方的一个产业文化 慢慢才能够转入到整个社区的一个 整个社区的一个知名度 然后你把社区的知名度打开了以后 就对于你当地的一些产物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卖点 一个卖点 所以我们龙水社区跟我们龙卫之间 每年都会进行所谓的一个主任活动 每年都有 到龙卫社区也透过不同的形式邀请外线市 或者是说外线市的那个 社区的人来这边做一个导览 所以每年都集合在犯 没有捐断过 就是插秧或者是说收割盗谷 那个什么 人家说要打车这种活动 还有就是 就是最后就是让他们去做实验 就是让他们去 诶诶 诶诶 国旗我不能说 诶诶我比较适 做黄卫队 就是让他去小孩子 让他去接触这种东西 从这种实验的取得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然后让他 就是让他有一个动作 去做实验的一个气味活动 所以这个慢慢慢慢都能够 让很多的小朋友 或者是说 让很多的社会的一个人士 了解到整个恒尊带展 地区里面的一个有机生态的一个环境 你也看这枝枯子 这枝枯子里面都能够 很多生态 我相信大家有没有去过 可能有的人有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的人不知道 我们这个人说的尊高 是保持得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 而且那种胰下被害 它的种类是非常多 我的餐不行的一块就选择了 人的知识起来 人的尊财 我是都在抓牢而已 因为都选择 整个人看 水浪浮了 这种就放牢了 我就要每天去抓牢 这是我抓牢的一个特色 我就是透过这种食荣教育 让小朋友去参与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把整个农村的一个文化 跟它的一个米食来做一个结合 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带现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生态里面 或者是说一个农村的一个 休闲旅游的活动 慢慢慢慢这个就会跑出来 慢慢就会跑出来 所以农业要用它的生命能够一直的延续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一些创新 让它在你可以滚动 它有办法一直延续一直延续 然后到最后 再必须的农村就会跑出来 因为你有量产了以后 你就必须要把这些量产的东西消化 所以就必须要把它消化 所以整个过程它是有一个计划性 所以说比较要跟各位来分享的 就是说当你要投资一个农业的时候 你要如何把农业的精神放在里面 你如何要把农业 如果要把它做得很延续 人家说农业是辛苦的行业 也是跨地吃饭的行业 做农不够 你如果要把农业打一头表 你来拚贏的就是胜利厚 所以是很辛苦的 我相信我们在学院里面 有参加过江校长那一班的农业大学 可能在农业大学里面 你所活动的整个过程 可怜只有两个小时而已 但是来进去这样的农业 它是非常非常 你还要有那个毅力 还要有那个健身 尤其是从事有机农业的业者 原来都要按这个案子 我说这件事 你不知道 有机农业 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他每天要跟那个 杂草招牌 你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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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的炒的 所以 所以在这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你要从事农业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放下几个身段 第一个 你爱的哪一头 求 你爱的那一头给你求 第二个 你爱放弃 你穿水衣 或是说 那些 人家说的 那要怎么说 我粉丁面子 我粉丁面子 那种 你爱吃这种东西 你爱自己品牌 第三个 有一项 你不能炒 你不能炒 因为你炒 你炒就一直炒下去 真的会一直炒下去 炒得更大片的东西 你就不想要炒 他一个人来说 我炒的最近炒的 炒的 你不能炒过两三万 我用炒作会的那种场景 壮观 不错了 其实我们家里在观光 有两个意义 在意义就是都看大就是漂亮 看政治就是漂亮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的農作部 你会炒一炒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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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个当中 農民 他要去做这些床头 你要想 我们一个床头前 一直到我们 吃到我们的手里 農民 要摸过一遍 你怎么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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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头 想着要坚固七百 这么长头 这个人的手 要自己摸一摸 摸一摸七百 他才有看到人家出来 才有看到人家出来 把人家出来 给大家敬眠 所以在这里的当中 你就知道 特别是我们做農業的辛苦 所以我们都一直要 支持我们本土的農業 就是最严重 因为 当然说过 以農利口 这句话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相信 到现在来说 还是很正确 我们国际 你不知道知道吗 我们的粮食之主力 可怜 对了救护一刮 他那些都是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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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们的面粉 我们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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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要靠近 有一天 发生近日晚的事情 准备了 我当时 那时 那时 要吃什么 米呢 过去 我们吃草腐米 吃得没关系 我们小孩的时候 可能 甚至少年代 可能 我吃过这种米 这种米 也稍微吃得吃 所以说 在整个台湾的一个结果里面 我们这一代是非常非常幸福 可以说非常幸福 我不是说我这一代就没有幸福 我不是这样说 因为我都很胆 因为我要吃一块 寒一千分 客人士 大家 比方看我 我 我在那六十块 我已经在那麦入六字头了 所以在那年代的时候 有这个艱苦的记忆 有这个艱苦的记忆 知道这些艱苦 要吃水果 要去山上摆 在这边 在这边 有这种幸福的吗 有 有 我面对他唱一首 我都不照 车主理有没有 我六十一岁 你六十一岁 你不要去摆 摆摆摆摆摆摆摆 摆摆摆摆 摆摆摆摆 摆摆摆摆摆摆摆 你两岁大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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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大口,真的不會大口 因為它的代表純分解跟那個面類的分解不一樣 你吃麵包不會大口 還要吃魚肉 你如果吃麵包吃多了 你看像美國人在走路的時候我都會震動 你如果是本來你看你走路的時候 會很緊張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最近真的過了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知道 我在八十年的時候過了看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走路就像狗一樣 不過現在不一樣 現在一個人在吃麵包說我都會串 那都是飲食習慣的改變 所以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環境 我們才會說他這個人 他真的就是從事有機跟作為他的人 這不是我們要自己支持 他會讓他的動力來繼續做 因為動力來源是取之於消費者的購買力 取之於你的消費者的購買力 如果消費者如果不夠支持 他政府也會先 所以在這裡這是一個經濟循環的 所以一個東西要發展 除了你有心理外 你也要看你的地方 看你的環境 看你的地理環境條件 有適合也有適合也有適合 所以現在我就要點一個 比較順手的三頁造草 再來一瞬 是我們在我們農水有機動物的專制 一個簡單給各位分享的一個過程 再來就是說農業他不斷就在進步 因為我們的科技一直在發展 過去我們人跟人在說話 像如果有那個急動的 他們能夠接的 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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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同了 因為環境好 他們的那個靈氣很高 他能夠預測 會知道說你下一個動作是要安裝 你要告訴我什麼 心理上就很容易透過自然界的一些 一些分子的原理就能夠傳導 但是我們現在人的部分要確定 如果沒地位不通 是不是 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我們農業在建造的也要對科技來進行 只是說你要對科技走的這個工程裡面 你要去分什麼種的科技來輸容 發展建造你的農業 讓你的農業變成是一個安全性農業 所以在這裡還有一個工作 要去了解 要去學習 現在我們的政府 地方政府 以及我們的農委會 過去沒有那麼多人要整合所有農務的資訊 譬如說這個東西 冰冬館生產 冰冬館的高雷材 到底是多少 人家的高雷材是多少 什麼都高雷材 過去因為都科蘭的風景公所 在農產 調查人員這樣列布列布 有些人比較平床的 座了小小的搜集就走進去 有些人比較高雷材 可以去看看 也不是百分之百 那時候就算不值 因為怎樣 他的目標目標是目標的 你這個土地是幾邊幾角 因為你沒有資料 他總是有給他資料 他在講他不知道看到有看過 所以過去整個資訊 我們農業的一個資訊 可以說把收集起來 有那個收集 但是那個收集是失真的 沒有去了解 但是呢 因為現在透過這種加勢型的一個電腦 讓我們的這個資訊 一直一直整合 像現在我們的健保卡小小 你才有一個電腦病 健保卡就知道說 你的電腦病 看什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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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改強制 以後我們的農物 也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整合 這種就是大數據 這個大數據除了你的數量以外 第一個還可以運用到氣候 你氣候的變化 你投用的一些這些投資的變化 然後他可以去尋 他可以去了解 你這個地區 學學做什麼 你這個地區 學學用什麼方式來建設 所以在這裡 政府現在都在做這些資料 就是說過期 像我們這個生產時的 我們過期在生產農物的 就是說我生產出來的 我的終端就是一定要漂亮 一定要好 這個過程 沒有研究 沒有在插揚一下 所以都是這樣為國的 這個為你的生產的 這個 終端那個 那個結果為準 但是現在的 現在的生產的 會實現跟代表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 你的資格價值鏈裡面 你的農業的一個資格價值鏈 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要對這個 你什麼時候是 職業做什麼 這個市場的需求 它是需要什麼種的農作物 它就要配合你的資格的錢 像我們這邊的農商 有什麼概念 比較厲害 你知道嗎 我說這邊的農商 的故事 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農商 兩年都非常好見 可以說農民 每年都賺兩錢 去年 一百雄商 兩百七十塊 對頭 對幾盤 到結束都站起來了 今年幾盤 那時候 百三塊 百三塊 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怎樣 就是 就是 政府已經 這個資訊裡面 已經知道 已經跟農民講了 說 你農商不能再接這麼多 你不能再接 但是農民 他跑到 去年 他會說的 這好 大家也說 不要叫我 大家也說 叫我不要錢 都偏偏看 人家賺錢 華社會員 已經兩年 因為運氣好 因為這個還牽涉到 國外的情勢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大專業農 小龍 沒關係 他是大專業農 你就要非常的注意 你一點要再知道 國外的資訊 你比較不會吃開 因為我們的農民太可愛 他沒有辦法去了解 國外的資訊 國外 幾年 國外是因為 集團企業的影響 聖英聯 和這個 美國地區 和這個 歐洲地區 甚至一本 在那個 營餐 三流 都不太好 所以在這裡不太好 的時候 做生金交流 比較少 而且 而且 出口 比較多 會做生 國內的洋蔥 它的需求量 就大增 但是今年 很特別 大陸那邊的 生產的價值 比我們台灣還比較低 日本有風修 我們台灣也有風修 更好 中國的營餐 我們營餐廳 都能夠強奉 強奉 因為他們那裡有空間 一部分是我們營餐廳 他們那裡有空間 一部分是他們那裡有空間 所以 走出來的這兩三八公圈 和我們天津 這兩三八公圈 都要強奉 都要強奉 到 現在 做成這個 整個市場的營餐價格 學分 這是最主要 它的一個原理 而且 我們要說這個 發生這個事情 和這個電故 中間就是 和我們這個 大數據 它的這個 掌握 如果 你有所信的 這都有 太大分 所以 在這裡 會做成這個問題 如果 當初 把時間 再往回到的時候 那時候的農民 如果說 政府這個主席 一直在給你了 一直在給你了 你減賺 你減賺 應該 就會發生這種問題 你也會做到的了解 所以在這裡 整個 資訊 整個 一個取得 比較收集 你如何去應用 這個收集 是非常重要 反正 作用一點 要有這個觀念 透過這個 秋季 我們的APP 就很容易進到 跟我們農運的網站 很多資訊 你必須要學會 尤其是我們大專業的 這方面 你一定 你的資訊 一定要跟外面連結 你不要跟他比到我們現存 你也比到我們現存 我 你很厲害 你一定要比到 比到五個歲 比到百個歲 比到百個歲 你這裡有辦法 算你的身份 在你那裡生產的時候 你運用大數據的一個 一個理解 一個了解 你會 知道我這個身份 我選這些東西 後來 差不多有多少東西 我的理順 首先我就可以選計程 不是我們現存的 要處理的時候 別了 我們怎麼知道 算不算 現在農業的 是你要檢進程 你如果資訊 掌握得很準確的話 你就可以先計算 你應該所得到的利益 你如果是算出來 要賠通你就賣錢 不要用的方向 所以現在農業一定是 沒有什麼收益 沒有什麼收益 我說的是 在講大專業用這個 所以在這裡是 跟大家做一個環境 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有時間要花錢 我太太 我在內人 算過分 一直告訴我 時間很重要 所以我就稍微吹一下 這是大事機的應用 在於科學農業 它是一個 五號的 一個方法 一個科學的方法 你像一本 這是我背後一本 兵股線 他們看的農業 可以都自動看 不用擔 不用擔 它都用電腦在看著 什麼時候 背什麼時候 添水什麼時候 都都是電腦 甚至 這區是在做感冒兔 這區 他的感冒兔在做 他是 一天 我們現在在做農 他還沒辦法 真準度說 一天我們的感冒兔 我們會再收多少 對不對 他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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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天 他要生產多少東西 他做多少 他要再做 他做多少 他一天 他一天 投入生產 譬如說 八國我們在做 這國我們在做 什麼就是幹 他利用 他的生長 生長的環境 和他的整個科學 和一些數據 他有什麼辦法做 他的 但是我聽到日本人在說 你這個不要看 ci,他不可以吃 他不會吃 他都在賣 都在賣 所以是本來的好人就走到國內 外面的都是外面的 我一直在問他以前才不到這裡 他說這不是昨天寫三年 他沒有土 他沒有土裡有看到嗎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這個 生命産藥樹 植物生命産藥樹是這個幾項 陽光 空氣 水 陽光 水 空氣 對嗎 還要土壤 不用啦 還要土壤 土壤不用啦 但是沒有水就不可以 沒有空氣就不可以 沒有陽光就不可以 沒有土壤就不可以 所以我們做樓 我們有一個觀點 不想你去看土 但是這個東西的價值是沒有 東西的價值是沒有 價值 還是可能國北斗 不幸健康 因為這個東西要省得很重 不一定你運氣好你會土壤 不一定你運氣不好你就水壤 所以這個東西很難說 所以很多東西 植物本身裡面的礦物質 就來給是什麼 就是水 空氣 土壤 你這個礦物質的結構不一樣 你人工的礦物質 和你自然的陽光照射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做樓的時候 你如果去體味 你種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它的葉面 它的黏軟度也不一樣 你如果是一個文室 和一個戶外的藥 不一樣 你再吃一點 吃一點 你會覺得它的口味也不一樣 因為它所攝取的環境不一樣 有什麼人家說 壓先的享樂 壓先的享樂 你每天就在那 吸收日月精華 每天就在那 對不對 人家說 有時候 古早人來避免 我們騎士兵都要吃 重漏醉物 他說在飲料的是什麼 清涼退位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清涼退位 清涼退位 退位我不知道 所以農業對我們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現在就是這個大專業用的部分 我剛才在說 在這裡想說給我們各位介紹 他們可能有的對農業沒有了解 農業的名稱和他種種的一點點 就不太想想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透過這個名稱 是說一個比較粗坡的 所以大專業用的就是 現在目前 他就是在大專業用的 他的名稱 要做差不多到七八十多塊 甚至有一個幾百塊 中部那邊有人問三八公圈 都全部集合在那裡 全部集合在生產 這種就是 還在大專業用的 他最主要 他教育的對象 他是合作者 或是說 像這本人間長海有的高農會 對象是高農會 對象是高農會 做事了 不然就是打到一票 包括他們跟他有餘育的銷售管道 保育跟他有餘育的銷售管道 這最多就是大專業用的 還有一種就是小農 我們台灣的一些農民 現在已經 已經結構性已經在改變 已經是兩千萬 以前 以前一直公布農氣公司 農氣公司就是 你公司 讓你農業兼營的公司法 還是他覺得公司法 這個制度 會嚇到什麼會通 那些公司 都只要打算而已 他的農業不用算 所以 所以有時候 在這個政策上的考量 考慮的時候 他就偷偷來做一個改變 比較修正 所以他現在公布大專業 那專業農 農業理由大專業農 當然 我們也是有小農 像我們的社區大學 我們的農的大學 他說我們去檢測這些學員 他如果是對農事有興趣 他自己的家 有一個問題 那幾個家 你自己在建築 這種就是所謂 他的檢測小農 但是政府的法定已經有修改 這個小農的部分 最主要 你如果是小農 你有常常會QR Code Q Q QR Code 這個就是QR Code 你的農業生產裡面 你有QR Code 或者是說你有交出生產履歷 這些農口 這些農民 他們都可以加農報 他們正在加農報 就是要有一個問題 你的意思 你要有安全 有一些土地 所有權的一個限制 但是現在呢 政府他比較信任 他比較信任 他就是說 最好你如果是在從事農業經理 他就要給你交農報 他就要給你交農報 所以在這裡 但是他有條件 他的條件 就是說你要有四張EQ 你要參加 你要參加 你要有這個 你要令政府議員 要建設配合資格 這些農報政府 這些會給你交 這些會給你交給我 這也是小農的定義 小農的這個資源出土 大家都 大家知道 有我們農的郭國中心 我們有請了一個農民直銷站 大家有印象 這個農民直銷站就是 你給小農 小農提供自己的菜來買 你自己電價銷 阿農會給你抽一個15%的所需位 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我們農的要 要請給那些菜 還要人家服務 還要更加你怎麼保重 還要電腦設備 給你那些標籤 提供你的品質 所以在這裡 就變成你小農 你所剩餐的東西 你給我的小農 目前在我們小農 參加的小農 今年差不多 將近五十幾個 五十幾個小農 所以剛才是三十幾個 現在主人的多少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收入 我有聽他們說 也不錯 因為我農的 你配合都真的比較少 意思就是說 你的東西買不出 你自己就要拿回來 但是拿回來的機會 也比較少 比如是你包裝得不好 還是你的財 處理得不好 消費者一般的 你只要五十幾個 你就要包裝得不好 所以有這麼多 農的 農的在這裡 都會幫你教 會幫你做些 所以 聽個十五八的這個 所需會 這是我們小農 一般 他所建設 他的行銷管道 行銷管道 就在這裡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菜市場 也有菜市場 還有我們地圓的餐廳 我們地圓餐廳 我們待會兒我們的班長 張青雲 我都叫他去南長 農業各一班 他都是這班長 他是永遠的班長 他現在有在訊息一個 我們橫沉地基的蔬菜班 他是葉菜類為準的蔬菜班 他也不錯 他很有心 是算青年農民 他做這個班 接到之後 會做我們在這裡的東西 中間有這些班長 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這個 安排 所以這個農業 所以這個農業 他經過開始時代 經過開始時間的減免 他也是專業 他也是儲出 這就是整個農業生命的一個延續 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佛格 這就是小農的包裝 我們今天超市都可以做小小農的包裝 在這裡 時間也差不多 還在八點 不然這裡做一個互動式的行銷 就是說 我們怎麼種東西 我們要讓消費者知道我們的東西是好的 他就是跟消費者對話 你的對話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些是透過微電營 跟小農也很厲害 都透過微電營在購買他的東西 我再說一下雲章的故事 我們行銷地區 我不要骨骰 雲章不然他出力 他就說 我雲章真的做小農 我要接雲章不然他出力 農業不要給我收 這事情我大條 不然因為雲章 雲章穿我把雲章不然他出力 欸 他撲起來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給他 但是他撲了你一回好 不過你我農業 他就說我農業不要給他收 所以很多很多場景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你必須要綜合一下 要去羞恥 你也肯定為了你要別的事 你就要收一下 這樣也不對 這樣也不對 所以說你這裡 這是一個行銷的策略行銷的手法 這個網路的力量是很大 你如果要去把你的行銷處理 你要去打這個微電營 你要去用你的穩筆 吸引消費者的眼光 你這裡 你的東西就比較好 另外一種就是 你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讓消費者 認為你是安全的 當然 我們現在政府在推的生產履歷 是一個方法 你扳Q的話 隨時讓消費者 用手機掃就知道 你的農業是怎麼做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或是你去參加有機有機認證 這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說你有這個標章 你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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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這個過數性的這個 這個東西 你把它處理完之後 你很自然 你跟消費者有互動 互動 互動 不用透過風圍跟壓力都不用 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人家就知道 所以 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經營 我們一定是 沒有這關的 我們一定是要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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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時間差不多了 我就在這裡簡單 就像你們說這些事情 最後 我是覺得 我們做農業是一個 整台行業 非常是我們的博客 非常感謝我們社道 有我的機會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這些 謝謝 校長總戰士 以及現場的 各位同學 以及 沒有看過我的朋友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我今天沒有做報告 什麼都沒有再來 意不意外 不意外 今天我要講的 寂靜的春天 最主要是說 我最近有上一個病酬害的課 他老師有問到 什麼叫春天 各位 什麼叫春天 春天 春天應該是很吵雜的 可是為什麼會很寂靜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很寂靜 就是因為農業的汙染 今天我們要講的 就是一個 最早的一個老鷹的故事 也就是在1992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海洋生物學家 他去做調查 他出的一本書 也讓世人知道 農業對消費者 以及對整個生態的一個汙染 你們去菜市場 你們去問他 你們去問他 問他 這杯菜是誰生產的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不會在菜市場 問說 這一把菜是從哪一個牧場出來的 剛剛總幹事講到的 我們現在在推的QR Code 也就是回溯系統 你掃之後 我們手機掃 你就可以看到 哪一個農夫 哪一個人種植出這樣的一個蔬菜 不安全 你對這個人信不信任 可是你去菜市場 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 所謂的冠型農業 就是 他可以漫無目的地去除蟲 為了什麼 為了生產 為了更多更好更好看的東西出來 你們到菜市場 你們來看 我告訴你 第一 你的蛋肥非常多 這一次我去食農教育 有一個農改廠的女孩子 她去研究我們的肥料 其實肥料也有毒 也就是蛋肥 那我們通常採收的時候 什麼時候採收 清晨採收啊 蔬菜出來 又脆又黑又漂亮 對不對 回去炒一炒 哇 真會 硝酸眼過多 所以本身植物 它就會釋放出來的一個毒素 這一個部分是完全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談到 所謂的農藥的一個污染 那為什麼要我們去做有機呢 那我們要為什麼不回過頭來 以消費者的立場來談談有機 各位在座的全部都是有機的一個消費者 那如果我們我們常常在講工與虛 那為什麼不是虛與工呢 當你的需求量大的時候 供應者出來供應 這叫做氣座 我們現在講叫做氣座 很多大企業包括全領也好 還有很多的企業 他們去做氣座 為什麼要去做氣座 第一個讓農民可以找到一個出口 他不用用自己去做銷售 而且在一個合理的範圍的一個售價上 他可以得到他應有的利率 要不然如果以我來講 我回來三年 我種蔬菜水果 我賺不到錢 為什麼賺不到錢 因為我的價格沒有比冠型農業賣的高啊 我一顆包心白菜賣30塊貴嗎 跟菜市場賣的差不多啊 可是你們吃得很健康啊 你們不用去菜市場問說 這個是什麼錢呢 如果大家都種有機的時候 那何必要去問呢 因為都是安全的嘛 所以我懇請在座的各位 如果當你的生活水平 到達一部分的地方的時候 你每餐買一樣有機蔬菜 你的生活再好一點 餐餐你都買有機蔬菜 為什麼呢 為了你自己 為了你的家人 為了你全家的健康 你不要為了省一點點的錢 當你日經月的毒素 在你體內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買健康食品 你不會跑去醫院 為什麼 那個什麼叉叉該毒完 有了 你會一台買兩罐 所以 你不要去省這麼一點點的錢 你應該用在吃得更好的地方 這個東西 有機的東西 並沒有你想像的特別餵 你只要多出一點點的錢 你可以吃到更好 更健康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錢 最後拿去醫院選一生呢 你平常就可以自己享受啊 為什麼要等到發生事情的時候 身體發生問題的時候再去找一生呢 我認為沒有那個必要 有很多的東西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農民不會告訴你 我們就講 我本身養雞 我們就講 你們出去市場買雞蛋 有白色的跟咖啡色的 你們要怎樣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頭皮那兩罵 還有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是錯的 雞蛋可以染色 你們現在可能不知道 現在我講了 你們就知道了 有一種藥劑 它是天然的藥劑 它吃進去之後 混合在飼料裡面吃進去 要有多黃就有多黃 要有多土雞就有多土雞 所以那個東西 不見得自你所想的那樣 有的當然是真實的 但有些是染色的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 當農夫他為了本身的利益 他想要多賺一點錢 因為白色的雞蛋 一斤可能是五塊 土雞那一斤可能是三十塊 但是你要去想 在每一斤 他多了五塊錢的時候 他的利潤就增加很多 所以他願不願意 挺而左險去做這些事 我們包括 我們丁一斤 我們常常說殺蟲雞 為什麼會跑到雞蛋裡面 因為很多的雞場 他一養就是五千隻一萬隻 他那一隻雞 養到可以生蛋的時候 他就放到那個籠子裡面 一直生到那一隻雞死掉 才把它拿出來 所以你去看看 這麼多雞在同一個雞場裡面的時候 他會不會長獅子 所以他必須用這種殺蟲劇去除蟲 除蟲的過程裡面 他就跑到雞的身上 所以他生下來的蛋 就有了所謂的殺蟲劇 所以有的時候 你們去買雞蛋 或者買有機的商品的時候 你們必須要去了解 他的一個生產地 以及生產的人 這是政府在推的 所謂的一個QR Code 那再來我們談到所謂的生產履歷 其實生產履歷 他還是一樣有農藥 只是你在網站上面 你沒有看到他農藥這個字 他叫維芳芝 但是生產履歷 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要4000報備 事後檢驗 跟冠型農法不一樣 冠型農法是 我噴了藥之後 我事後也不需要檢驗 送到菜市場去 然後你們吃完兩個月之後 農委會才出來 我們那時候抽檢驗的時候 有一塊 有抽到農藥超標 當年國勃出來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 古兵壽應走出來 所以 你日本沒那麼容易發展 你就已經吃完了 但是生產履歷 它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的農藥它是列表的 就是我已經在這裡告訴你 收財用一支給我 水果用一支給我 它首先要營養的時候 它就要在營館 向上回報 回報之後 等到它才收起 之後再拿去做檢驗 那目前來講 我們的農藥有五百多種 能檢驗出來的 大概三百多種 將營養出來有兩百就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營養的東西 有時候是營養的 就是農民它也會去營養的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營養肌的 就是 養肌的它沒有營養 也沒有營養 所以 這個豆粉 我們買到的東西 它有什麼叫做健康的 那你有時候 我們說養肌的 我們 台灣的養肌農業法 最嚴格的 其實美國的有機 跟韓國的有機 甚至日本的有機 包括 歐盟的有機 也就是 他們還會去做農藥這一塊 去做噴灑 所以 有的時候 你去全聯買有機產品的時候 你看到韓國美國的 不見得跟台灣的是一樣的 所以 在這一個過程裡面 你們 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們就要非常的注意 齁 齁 今天 我待會兒就分享到這裡 因為很多東西的時候 又說 想過程 可能大家 聽得比較多 哈哈 我 待會兒我就分享到這裡 你們 不知道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互動一下 就這樣 等於順便說一下 一分鐘 如果需要健康的雞肉 跟健康的雞肉 我們來找我 說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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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恭喜大家 大家好 我其實 我會做 我會有這個想法 沒有 我是把它傾向 拉到民宿 拉到觀光 我會 附入這個歧途 是因為 聽了林總幹事 上面那個 有一個科叫友善 友善小龍 然後之後 之後就附入其中 可是 怎麼講 我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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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我就有在接觸農業 那時候的農業 跟現在的農業 那完全 可以說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 我 那 因為我家 老實講 我家的储幣 我們家的旁邊 都是人家的政產 不過我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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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家都在開那個什麼 小時候在開那個 小時候在開那個 我們的同年 我的同年 就是夠了 就是夠了 我的同年就是夠了 那時候的理論 老實講 不好 那一行人 只能看見我 一塊 就不夠了 五毛錢 可是那時候的任務就是夠了 小時候看到 旁邊的人在佈殘 有夠想我 人家走去 就是不敢去 只有人家在掛在我 那時候 頭頭走去 那胖胖的 每次時間看的 我們保安部的 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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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入我們今天那個主題 我今天講那個特色小龍 跟那個特色民宿 保安哥自有介紹 我就陳青秀 這個場景它是有這樣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那個特色民宿 所以我把那個場景做漂亮的影片 實際上有這個地方 然後我自己親自拍了 這個地方是在那個屏東 在農業博覽會 它這一次是展29天 29天 可是29天老實說我沒生氣 因為那個地方太大了 就是說它今天如果有展的話 你今年如果有展 我建議那個 就是各位鄉親 可以去看 它是真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它現在有一個好處說 它沒有把那個 就是那個 農業的部分 外包給那個公司 以前比如說哪一個總廟公司 也把外包給它 所以說 那個總廟公司都種得很漂亮 可是它外包給農民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就是 就是看那個農民它的技術有高 但是有時候你去實驗 怎麼講 跟恆春半島差很多 它這個地方 它實際上 可能大家看不出來 當初我要把 做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想到把它說 把那個恆春有沒有 恆春半島的主題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有沒有 老實講 如果100票的話有沒有 大票 只有一票贊成 有九票是沒有意見 然後有九十票是反對 那個這個我等一下以後再講 那個京都到後面的時候再講 從那個最遠端是鵝蘭比 然後過來是那個大珊瑪山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尖山 這樣子看不到 然後再過來是那個山台山到虎頭山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在那個中央山脈的山腳的平野 有沒有 種恆春山寶 種恆春山寶 那個恆春山寶 它以前是有一個窮馬 不過現在蔥馬它已經沒落了 所以我這一次把恆春半島 這次把他架入那個 黑麻 芝麻 黑麻 你很聽嗎 芝麻 然後黑豆 黑豆 然後洋蔥 然後 昨天那個 那個 滿座農委的那個總幹事 在講說那個黑豆 我們贏他兩個 我們是那個芝麻跟那個洋蔥 所以我們贏他兩個 對 他再過去有沒有 比較過那 因為那時候本來要空拍 然後到最後被禁止 那裡是一個禁堂區 比較過那就是 它有一個恆春的夜群 有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 兩條線那個夜群 應該自己都知道 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在中央山脈下 中央山脈底下 恆春半島的中央山脈底下 然後中恆春三寶 然後 有那個夜羽伴奏 你也可以唱歌 這邊看不到 很可惜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我種植各的東西 其實 他們說要做小農有沒有 不簡單 你敢說你是小農有沒有 人家這樣子 給你看看 根本不摔你 可是小農 小農你把它轉換過來 有沒有 你的中小區 有沒有 台灣的大型企業跟中小 你小農你就是中小區 只是說 只是說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做產 有沒有 其實做產 跟你做什麼意思 一樣 你可以做 但是有什麼不可以消 因為你做完的時候 你已經很累了 所以你不會行消 所以我在這邊講一點就是說 你最好是分工 老的可以做 沒關係我就做 年輕人的手機 有沒有 用手機 你就不會去用手機去形象 那個什麼 啊然後 年輕人你也只能叫他用手機而已 你也要來做 對 所以說 你如果有這樣子的配合 有沒有 你做農 你就不會做得那麼辛苦 不然你說 叫我自己就好了 我正正合不然 你叫我旁邊我也不會 因為我做 做了我已經很累了 欸 啊然後我種過茄子 青江菜 檔蛤跟那個蘆筍 蘆筍是最後面 其實我第一個種的是那個茄子 跟那個黃光菜 那個夏宜又會有 啊我種的方式有沒有 我種的方式 我就是 當初我在種的方式 我就要打個人品牌 因為有機農業 旁邊講 你如果現在要做有沒有 很難做 因為恒生半島只有半季 他只剩下半季而已 然後另外半季 你不敢做東西 豬尾你沒有 那個冒那個風邪 要不然你不敢做 啊 恒生半島從那個 欸 中秋節之後有沒有 到農曆的那個 我們這邊都講那個 西尾其他 就飛雨 來了過貨 才會沒有那個 那個 洛山風 欸 啊這段時間有沒有 這一段時間 坦白講 做東西最好的時機 啊下一個 啊下 然後在之後 進出夏天的時候有沒有 欸 欸 他沒有樓山風 可是他有最可怕的太空 所以大家都不敢做這個東西 你如果 比如說 比較長期的 你做個三個月 可能你第一次要收 收到很高興 第二個月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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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東西 我在講 我在 我是 雖然沒有用FB 或是什麼 但是 我都是用那個 手機的Line 比如說我現在種了什麼 然後我怎麼種 我不知道 然後我怎麼種 然後我試了什麼回料 其實齁 你誠實跟消費者講 你老是跟消費者講 你做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種的東西 消費者自然信任你 你不可以說 我只要自己來發肥 我隨便都沒有 你跟我說 你都沒有用什麼 沒有人跟你說 沒有人跟你說 沒有人會信任你就對了 我種東西 我做這些東西 坦白講 茄子 我用那個 我有用那個有機粉 就是在一般 在一般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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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人在賣一種農藥行 就是那個 肥老的地方買的 然後 我種党鵝跟那個新疆菜 我是有命運種肥 那個叫 化水的中性肥 它不會在土壤上殘留 我只用一種肥 而且我在種的時候 我是用菜苗 我沒有用鯨子 我用菜苗 就從頭到尾 從對頭到尾 我只用一隻肥 可是每一顆菜有沒有 都是這樣 通通是這樣子 那是在冬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橫沉半島真的很好種 因為就山崗來 有什麼東西都怕 那湯了 你也不掉 所以通通招了 然後 然後 我種的最有成就的 都是那個黃宮菜 黃宮菜 那上面那個圖有沒有 它是一個電鍋的鍋子 下腳是一個臉盆 淋燙 有沒有 淋燙用的災 我應該知道 十天那個淋燙 它那個是怎樣 一層而已 就摘它 就那麼大的一個葉子 有沒有 就是那大棘 我種過 而且 那個黃宮菜 你把它煮起來 不是說一樣 這樣大棘就刮刮 不會 它那個豬大棘 那大棘 但是 但是 我這邊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你在種東西 你不可以說你只吃 你的東西 你一定要自己先拿來吃 比如說 我這一批種了 然後我 我一定要先把它押起來 我先摺 然後我先摺 然後我先摺回家 然後我先切 什麼部位你都要煮 什麼地方都要煮 你才會知道說 你的缺點是在哪裡 要不然你煮得很簡單 你再給它煮 廣燙 你煮廣燙 你看 你的消費者 其實廣燙 不會那個什麼 應該是 沒有關係 可是消費者 他在吃的時候 他就要 吃到那個 口感最好的東西 這 為什麼會變這樣 那個什麼 如果 如果 你今天去吃的一個種植者 你沒有堅持的話 有沒有 以後會變成一個現象 變成會說 消費者 消費者 養壞 養壞 養壞種植者 你又要這麼漂亮 我就要這麼漂亮 這樣我就給你騙 所以說 有時候 你在看到那個 別的東西是 沒那麼漂亮 沒那麼熱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 你也會覺得 那個什麼 你不要直接收 他的東西就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 以我來講 有沒有 他別說 我植他怎麼了解 我沒有騙你 那個肥料 一包 一千四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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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土壤上 就像現在我們的 巴拉瓜 其實巴拉瓜 很可惜 巴拉瓜 你把它扶下去 它不會殘留到土壤裡面 可是 政府 當然是說 為了 其實 如果 要有那個 那個狀況發生 有沒有 他用別的東西 他也是 那個 大家應該知道 為什麼進 下一張 等一下上一張 有一個沒有講到 上一張 那 旁邊那個秋葵 有沒有 我在這邊跟大家 跟各位建議一下說 你如果要種秋葵 有沒有 這邊是紅色 這邊是綠色 那我建議種綠色 不要種紅色 因為紅的 跟煙瓜 然後綠色的 大概 你 他在吃的時候 大概可以撐三天 你如果 北京都沒用 明天才沒用 他大概可以撐三天 其他的瓜 然後 紅色的 我建議盡量不要 因為住了一條 明天才 你如果在煙水 我不反對 因為他開花很漂亮 下一個 下一個 我講到那個特色民宿 那個什麼 因為 剛才他講那個特色小龍 你建材 你愛吃 你做什麼 因為紅春半島 他都是 他都在開瓶宿 大概都是瓶宿 比較多 他是實際上有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 是在這個佛實驗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畫盆 你如果注意看中間有一個畫盆 其實裡面是野菜頭 那裡面是牙 那個什麼 白衣蘿蔔 有沒有 然後下面 然後這邊講到 為什麼會把說 空間還給大自然 你不愛民宿的飄損配 都上面在游泳池 大片草皮 你如果把游泳池改掉好不好 你如果做一個無褲 我幫你補一下 你的身體比別人更好 因為那個什麼 四漆的人進來 有沒有 他看到你的游泳池 他不會輸 他不會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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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背去 這時候你帶他去那個什麼 那個沙灘 或是哪裡 去扶錢 還比你做 而且游泳池 你的保養費 你的保養費 比你去做一個無褲 那個保養費還高 然後 你如果 你今天你蓋一家林宿 這一塊地 這個地方 其實我給他補他 我都說不給他噴草皮 我通通不噴那個除草劑 所以說 很多東西 我蓋一些東西 你整個看得到 你都看得到 有沒有 像那些小花 都看得到 你只要噴了 那個草料 你把它噴下去 有沒有 那些什麼東西都死了 之後 到那個 最多的時候 你知道嗎 沒有很多人 你只要處理那些 處理不完 跟桃園 桃園 大家不知道 那個聽得懂 還有那個橫草 另外 最漂亮的東西 它是最脆脫的 你如果把那些 最漂亮的東西 把它噴好完 你像這個 可不可以 等那些十年 後面 它還有那個什麼 你想要的出來 其實那個雞蛋花是外來做 為什麼要特別把那個雞蛋花 秀出來 就是因為 雞蛋花 最怕除草劑 雞蛋花 你只要除草劑 在它的旁邊 你稍微把它餵一下 那個雞蛋花差不多了 除非說 你當下 你噴到除草劑的時候 你馬上處理 後面 那個什麼 那個雞蛋花就可以救了 啊 那個是擦秧 其實我第一次擦秧 各位 我第一次擦秧 我第一次擦秧 也是在熱火擦的 那時候熱火 剛好在那個什麼 啊那個 HELLO KEKI那個 有沒有 其實我們不是擦秧 保留一塊 然後讓大家去擠 其實你看擦秧很簡單 其實不是喔 你去有 你看 那錢可以出味喔 他們擦秧是倒退 很多人要前進 然後擦秧 別畫格子有沒有 你把它 那個擦在格子的上面 他不是喔 他把它擦在格子有沒有 的中央 那個很好玩 如果你今天你蓋一下民宿有沒有 你把這些 這些 那個場景 你加入進去有沒有 那個 那個客人有沒有 那個客人有沒有 他人家一蓋 你拿這個跟他互動 你拿這個跟他互動 比你一間民宿有沒有 這蓋得很特別 很特別很豪華 比那個 比那個比較好的 哪 然後 這個也是沒有噴除倒劑 我第一次看到 我全是不行 他趕在那裡很燙 真的 我沒有騙你 他趕在那裡很燙 然後這個 我把他保留很久 他本來 我本來是把它用那個 因為 錄影 錄影 可是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當初也沒有檢查說 哎 把它放大之後有沒有 它的那個效果很好 結果我把Nike前幾天把它放大 然後就把它試看 會變成馬賽克 可能當初在錄的時候是放動很厲害那個樣子 如果像這樣一配有沒有 你的民宿你怎麼坐啊 那很好啊 你把它錄一首歌然後加到裡面 然後那個就什麼風來 那個露山風來 它上面就滑著這樣子啊 很好的一個旋律 隨風旋律的田園風光 你要跟主人 啊不要很多喔 你不要很多大概兩里 兩里應該做什麼 大概兩里里就夠了 你就是說 你把你的民宿切成就是好幾格有沒有 每一個你都把那個在地的在地 每一般特色做出來 那個叫農村民宿 你不要去那個市區都 做這個很難 它不會說太難 但是你走 你沒有起步有沒有 永遠都不會進步 然後下一個 然後我為什麼會講這個農村市集 跟那個農村島 其實那個田園 那個意思我等一下 農村市 因為你種東西一定會過多 你種東西你不管誰 你比如說我今天拿到農會 農會賣 可以賣到我們市區的人去 可惜農村半島他一年有沒有 一年來過八萬的觀光客 那些人如果回到就回到 那些人如果回到就回到 那些人有沒有 可能沒有全部他會跑到我們的 那個農會或是錢店 或是在那些菜市場 那些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 既然啊 我們是不是發展一個農村市集 不過發現這個東西很難 因為每個人都有私心 大家都有私心 這關家的好 但是這樣子會發展不起來 比如說 比如說 我這樣子把它講 從 我那邊 不好意思 我說我那邊 我們那邊是水泉 然後水泉的隔壁是大廣 大廣的隔壁是農水 在隔壁是山海 如果你把四個旅有沒有 四個小區 就是合成一個那個農村市集 就是說 人家來的時候有沒有 剛才民宿 我來生一天 你才看一下 客人會問 你跟客人講說 你買這些東西 到我們的一個集中點 這邊一個集中點 客人買得到的 通通是在我們這裡種的 通通在那裡種的 這樣子的一個型態有沒有 就是說 你不會覺得說 我種這東西 不但錢我沒有要種 真的會有產生這個 哪個情況出來 特色小農 特色民宿 如果人進到體驗的時候 而且每一次來都不一樣 他就會有吸引力 他具有很好的學習跟教育的作用在這裡面 那我們的新聞班長 這個我說他是我們聖農獎的獲選人 然後這個絕歸虛願 以他的投入 跟他的一個領悟那種細微的心 我覺得非常棒 他今天是用 極盡的春天這樣 讓我們去省思 1958年的時候寫的這一本書 極盡的春天 瑞秋卡森的 後來跟我們的倡導 這個禮善倡議是有很高的相關 就是我們必須要跟自然相處 那不是說了不起 可以一手去摧毀這樣的自然這樣 這個謝謝他們三位 我希望聽到用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他們熱情的掌聲 當然要有對話 今天你對於這個農業我們息息相關的 可以三位達人可以說是達人 我看到我有請教他們問題 他們可能無所不知這樣 這個天文地理都知道 也是動詞 也不太了解 你看這個龍水那種 你做那個 陀祭的 做真正的 你有提到 提到說一個做一手的 一個做幾手的 也有副手的 這個名詞 這個分工是怎麼樣 還是 一個相近的 解說 這樣 感謝恰主 我有幾個機會 可以進一步的水平 我們做這次 讀書在我 拿那個什麼 前世一關 又拿那個 學生一關 讀書跟我們做一段 就是這兩天的 其他一手 領導的特地是一手切菜 你知道嗎 二手 二手就是香菜 三手就是生菜 那副手 副手就是 副手就是生菜 割來割去就來 雜工 雜魚 謝謝 對 但是現在還有這個雜魚 我們現在這個 中餐的執照裡面 這都要中餐秉級執照以上 所以我們的國家是進步的 含這種在生菜 割菜 香菜 都要做 我這樣順便跟各位報告一下 請問我們韓尊也會在舉辦這個 出發的考試 謝謝 現在 三個禮拜我們農會 廚師公會有 有結婚一個 那種 什麼 不是問生講 是 那就是考榜班的 臨期班 你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有兩個 我們的廚師公會有兩個 一個是屏東縣廚師公會 另外一個是東港 一個是廚師 一個是廚師 一個是 兩個是廚師公會 什麼廚師公會 他們有不同的問生 但是他們每一年 廚師公會 每年都會在這裡 每年都會在這裡 你如果有興趣的人 給我留意這個資訊 你這裡來報名 好 好 來 我小子 這是一個我相信很久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那個 原生種的問題 然後 我們現在的農業 其實有很多的水果 都是有經過階 階之 或是階之改造 然後讓它可能是 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味道 那跟這個 基因改造的食品 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 是什麼 還是說 基本上那個階之 其實也是一種 基因改造的模式 大體上來講的話 基因改造它本身 就是經過一個科學的一個運作 把它裡面有關於 這一種所謂的生物 它就主要是在於病榮愛的房子 它會把這種生物 譬如說鹽皮 它的趣味 這個 我們的房間 如果你開火的時候 什麼菇我會找 金菇 金菇 對不對 我那時候那個金菇 如果透過基因改造的話 把這個味道拿掉的話 你就不會回去 但是這種基因改造的農作物 對於它所生產出來的那一種 那一種植物的還原度 有沒有缺陷 一點有缺陷 你已經把它拿掉了每一分 就像我們人 我們的基因一樣 你把它拿掉一部分以後 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第一代不明顯 第二代不明顯 第三代的時候 沒有定義 有一點點 還是平安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 因為這個時間太低了 一個物種的岩背都要經過200人以上 那一兩百年以後 沒有辦法去 去越邊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 沒有辦法去了解這個東西 因為時間太低了 所謂的這個 我們今所看到的物種 我們台灣今看到的 包括木瓜 包括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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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沒有辦法 沒辦法 木瓜 很嚴重 木瓜 那麼我們說的是 食用 是動物用的 不說我們減 包括一個 一個 包括一個 相當 過 gonna 都經過基因改造 你在講的駕接跟基因改造是沒有太少 所謂駕接 駕接譬如說 我們的鼻子 他的抗病性比較好 他把鼻子摺掉的時候摺蝕骨 所以摺蝕骨 過去的蝕骨 他的這個皮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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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蝕骨的皮 有的人的臉皮都比較好 所以這個管理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的蝕骨有沒有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他那個皮很高 又稍微有我們大臉大臉的那種蝕蕪 那都是不我吃的 所以他這是一種技術 跟基因是無所謂的系統 基因的東西 你最主要你如果是生產開花 就結智過了 你還不願意你把他繭 繭不起來 讓你運氣比較好 讓你繭起來 但是你蝕出來的變成這樣 走樣 所以這個基因改造 過程程度是經過一個科學的方式 你若是接雞 像我們的蟑螂 那我們的蟑螂都一定要去接雞 我們的高三年 一定要去日本 買積穿同 apostasy Giant 要去買雞來接 每年每年都很快 這是一種技術 這是一種科學技術 又不一樣 謝謝 好 謝謝 來 還有沒有 剛剛那個議題我再講一下 你可能嫁接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對抗病蟲害 就是原地 比如說 他這個頭 他可能怕水 所以我們用白酒去吃 為了要對抗病蟲 或是要讓他比較勇敢 比較好行動 所以他比較會去嫁接這個東西出來 就像老師在說 他為什麼不外要接西瓜 因為西瓜頭比較冷 不外的頭比較用 他的吸水分比較多 所以他會去用嫁接這個東西 去改良這個東西 但是他洗出來也會濕過 他不會想說 你用基因改造 是因為他把染色體 一部分 拿出來之後 我拿百種進去塗 大家說我這個 國民來說 因為他 因為他的生產太大 所以他很怕蝗蟲 還很怕病蟲害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的基因 拿出來之後 拿那個蝗蟲最討厭的味道進去 所以他不願意去吃 所以這個才叫基因改造 那嫁接也是為了病蟲害 跟他的一個生長 這是兩回事 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這大家補充一下 謝謝 大家好 以那個小朋友的家長的來 來顧一下說 因為剛才其實總幹事也有提到 其實在農會有幫我們的小農 做一些行銷的品牌 那欽文班長這裡也有集結小農做一些 比如說農產品的一個的 銷到飯店之類的 那我在想 其實我們半島其實有非常多的學校 那學校好像現在規定一個禮拜 是有一天是要無肉日 無肉日 那是喔 然後好像是一個禮拜 至少有一道菜 還是要去游積的部分 但是說 我們自己在地有那麼好的一個產業 農作物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讓我們在地的孩子 其實是吃到當地最新鮮的一個食材 那當然這也有關係到 廠商一個利潤差的成本 也太一樣 那我們是可以請總幹事 為我們報導的孩子 然後可以爭取一下 讓我們自己也吃到一個最好 然後最安全的一個食材 謝謝 就是說 如何結合恆生在地的一個業者 因為現在這我規定就是說 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禮拜可以跑到兩餐的 的四張EQ的農產品 那屏東線的話就是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那現在呢 因為政府他可能在未來的 在未來可能下半年他會強制規定 可能就是次數會越來越多 那所謂的一個四張EQ的話就是 你是有生產履歷啦 或者是說你是有機的啦 或者是說你是有QR Code的 這種認證的一個容作物 都可以到 像我們粉針的話就是胡森嘛 胡敬還是胡森 胡森 胡森 胡森他是專門在供應這個 這個學校的營養補餐 他這一方面的話 我跟他有接洽過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階段 因為我們小龍已經慢慢慢慢在 再變成一個氣候性的一個實體 慢慢已經在長大 慢慢在出來 等到有量移定的時候 再結合 結合 就是清文班長這邊的一個 蘇在城下班的一個量出來以後 我們回去跟他砍 然後就是說 像之前我們跟國家公館 開過很多就是會議 就是跟我們這邊的飯店 華臺瑞燕阿美 還有那個虹髮海撒 就是有透過這個品牌在運作 只是說因為我們的量 量要不開 量的問題 人要喊的就是要說你生日時 你有多少人要靠 所以有時候在這種 在這種點上 就是沒有辦法再記憶部去檢查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從我們這個小部 我們只要在公民只要在這邊 一直來一直開始慢慢來發展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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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地開心 因為我來恆春到七月就三十年了 我非常喜歡恆春 終於聽到那個有機的農業開始 我三十年前就到美國去上課 因為我之前從八歲就是生病 那病得相當嚴重 不管是精神疾病或癌症 那開了很多刀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西藥 所以我身體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那個狀態 所以後來我大概三十年前 大概我就開始覺得不對勁 那我就用自然教法 那就接觸到那個油膝 尤其是自然的根法 因為我後來知道化肥或者是農藥 我身體會產生很大的不舒服 然後我都要送急症 所以我剛剛很聽到 所以我會問那個張先生說 你那邊有那個雞蛋 雞蛋是很自然的養殖法 我會很開心 因為知道我現在幾乎大概淡奶素 其實我基本上是素食 因為我不太 我的胃跟我的膽沒有很大 那個失混的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不知道說怎麼理應你那個 那個我是 這方面我不行 但是我後來跑到美國去上了探測學會 他們都是科學家 所以他們用那個銅管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知道有探測學 銅管 它除了可以改變你身體的狀態 那最主要我在二十五年前就到 唐遜學會是探測我用這個去探測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說 這個是有什麼理應 但是我用這個非常的準確 但是有一個 歐巴桑就追著我打 一起去做吧 那這個是非常先進的 因為它是一個科學的產品 那我現在就是我的課程裡面 都會帶他們做這個 你身體都可以調整 那我很好奇 所以我一定有一天會去你們那邊看看 你的產品的能量怎麼樣 其實我們的食物是吃它的能量跟它的光彩 所以化肥的光彩很暗淡 這個科學儀器都可以做出來 我長期在那邊上課 現在已經二十年了 在美國現在我覺得世界最敏感的 然後他們是用科學儀器去探測出來 其實我們吃的食物絕對是光彩 你用自然農法的光彩非常漂亮 它叫做黃金竹殼 那如果是用化肥的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淡 那如果再加上農料 我們吃到的東西其實已經不完整了 所以我一吃我的黏膜 可以瞬間就脫離 我的黏膜晚上被濕掉 然後嘴唇就開始走 那神經毒我就開始全身 然後我必須送肌症 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短針就是探測器的 所以我非常高興 我很希望你們繼續 如果有需要我出一點力的 我一定肯定了 因為我已經吃了 這樣近三十年的有機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 在那個場合沒辦法吃到有機的 我就我身上都要帶著非常天猛的酵素 我也說要吞到六顆才能解脫 整個大飯店我都有重量過 所以我非常開心 今天雖然我學的跟這個不太相關 但是我上了大概二十年 花了不少車 那我也用食物跟各種療法 把自己的身體有比較健康的狀態 謝謝你們 聽說這個就是分享 師的分享這樣 好 那我們還有一位好不好 再最後一位 因為時間的關係 伊隆老師 昨天聽到滿洲的總幹事告訴我們說 滿洲的黑豆幾乎可以講都算有機了 那在恆春的我們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恆春農會是否有這樣的願景 我們恆春半島 至少恆春鎮這邊 車子我們不知道 至少我們恆春這邊 有沒有可能達到有機這一天 那如果農會有規劃的話 會是在幾年之後 我們可以達到恆春鎮內的農產品 都適到有機的程度 課應題 因為剛才課程上本來就一直要講 來 說嚇我多幾 其實 我們恆春這農會 除了種植有機稻米以外 我們有機稻米已經漸十幾年了 胡老師 漸十幾年了 我們那個地方 你去伊蘭 建行村 我們農委會主委說 他們的建行村說實際標準的有機村 跟我們兩軍閉起來是差那麼多 這就不一樣 你老公我們這裡看你就知道 我是伊蘭 有沒有 那個行建啦 行建 行建村那個 其實我們那個地雲環境被它幫過 已經非常保 我們那邊就是跟自然生態結合在一起 你老公去看就知道 我們恆春半島的有機事業要長 現在我們現在從雜年開始 黑豆子的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現場人家說雞鬼 黑豆子的東西本來就在我們現場 我說這件事 我小孩的時候就開始在用黑豆子 那個東西都是幼稚的 以前小孩的東西到底是百萬一萬幼稚的 因為要發肥也沒有一萬幼稚的 也沒有發肥 所以這個東西有尊重 有尊重 有尊重 只是因為我們現場的人 因為他改變他的天作風險 所以黑豆子比較不積 我這位人還在老 所以他們的比別人這麼多 所以黑豆子給我去騙說 我去黑豆子 農會剛好 那時間點那裡有得他拿黑豆子 其實我們這裡積的黑豆子也都有 今天我們農會 目前我們的黑豆子在這裡發展 差不多 將近購到150公元 我們還有一項黑豆子 我們的黑豆子 在這個阿龍水氏高 大家說水種 那些農民的錢 我們的黑豆子 可以說是 全部都是有機的工作方式 我們在去年開始去申請認證 福德農民去做 但是現在要轉星期 有機都知道近購三個月轉星期 那黑豆子的部分 近年到近年開始 已經差不多到近年到50家的幽基 到這個虎麻的種子 在近年開始 我們農會也要設工廠 幽基工廠 沒有生產的幽基黑豆子 因為我們所產的黑豆子 拿去黃甲工 那都不是幽基的 我們種植是幽基的 但是去黃甲工 那不是幽基的 因為工廠就要有機認證 還有幽基的工廠都要 都要用 那邊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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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子 我們現在行春 我們的黑豆子 我們都會賣 但是那些東西 我們要去拿的時候 都會比較難去那邊看 好 那邊去黑豆子 所以我們要來的東西 是要保養一塊 用我們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近年 我們已經有證 都會有證明 所以可能未來明年 可能我們這裡 很多有機乎麻油 產品就出來了 我記得我們說他們 要把我們農會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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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謝謝 謝謝 看見農業的生命 意思也就是看見自己的生命 我們常常講要安居樂業 其實更重要是扶留子孫 當我們為我們子孫著想的時候 這一代需要什麼努力 我們就好好去想一想 不是我們只有這一代 而是往下一代看 總是有開頭 謝謝 謝謝我們農會 我們恆春榮會真的是 為我們地方 這個盡了很多的一個力量 這樣 特別感謝總幹事 也感謝我們的秦文班長 還有秦秀班長 今天這麼熱情無時的分享 我們再次好不好 邀請大家 謝謝